尊敬的评委 辩首 观众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2023华语辩论世界杯小组赛的活动现场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指导 华语辩论世界杯组委会主办 北京西习文化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感谢各个组织方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们 提供了这样一个汇聚青年人才 促进青年交流的思辨舞台 让德毕成为中国大学生创业的第一间办公室 感谢赛事战略合作伙伴德毕集团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带上VISA与世界一拍即合 感谢赛事公益合作伙伴 全球领先的数字支付技术公司VISA 连续五年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腾讯会议随时随地高效开变 感谢腾讯会议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赛事媒体合作伙伴 北京时间 赛事官方合作伙伴 本珍咖啡田下果园 赛事行业合作伙伴 平安银行北京分行 五矿信托 太平洋保险 北斗鼎明 法天使 北京天坛慢心酒店 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下面我们将进入比赛环节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委 他们是 中山大学辩论队前队长 诉说教育创始人刘选贺老师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 北京工业大学辩论队指导教师 冯若谷老师 大连理工大学辩论队教练 第十届华语超级联赛冠军 即全程最佳变手 第六届世界华语锦标赛冠军队教练 邹文琪老师 下面请允许我介绍参赛双方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正方 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同学 他们的观点是 应该解除大学校园 对社会公众的进出限制 坐在我左手边的是反方 来自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同学 他们的观点是 不应该解除大学校园 对社会公众的进出限制 下面有请双方变手 做自我介绍 首先有请正方同学 姓儿达理梁四海经义 敏儿浩学会八方英豪 连儿之耻成君子政绩 宜耳明坚 杨四辩雄峰 正方四辩郭家人 正方三辩任凯琳 正方二辩VN主 正方一辩宋宇曼 仅代表江西财经大学校辩论队 问候在场各位 大家下午好 欢迎他们的到来 下面有请反方同学 做自我介绍 反方一辩贾全静 反方二辩张杰明 反方三辩刘光旭 反方四辩宁昭昭 哈尔滨工程大学校辩论队 问候在场各位 同样欢迎他们的到来 下面比赛环节正式开始 首先有请正方一辩进行立论 时间为三分钟 有请 感谢主席 各位好 限制只规定的范围 不许超过的限度 例如法律规定的限制高消费 只被执行人不能乘坐飞机等 基于此 我方所提出的解除限制 不意味着无条件进出大学校园 并且一刀切禁止 倡导在现有条件下 因地质疑并逐步加深开放的模式 而不应解除限制的态度 则是在未来的社会变化中 坚持已有管控或进一步收盐的模式 首先法理意义上 大学校园是公共场所 并应当承担国家赋予公共空间的职责 法学中认为公共场所的基本原则是 通常供不特定 或者多数人使用的一定的物理空间 由于刑法中常需要基于公共场所的定义 进行量刑博弈 例如最高检刊登的 准确理解污辱格格最终公共场合一文中提到 校园满足了摄重性 不定性等特征 因此可认定为公共场所 而社会学家如卡尔·莫娜等人 均将公共空间定义为 开放的 公共的 可以进入的个人或群体活动的空间 高等教育法 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一表态 国家鼓励学校积极开放 承担公共服务职能 说明从实务与法理层面 要将大学 视作人员可流动的公共空间 而对方若在疫情结束后的 今天保持限制 则是提出足够的法律依据 延续并加深疫情时期的管控 其次 解除大学校园的进出限制 承担应尽之职责 促使大学服务与融入社会 是应当倡导的价值 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的独特存在 大学校园这一区块 兼具了人文环境熏陶 自然环境改善 涉体资源容纳等职能 例如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 辅射填充了该片区的文化需求 而公众的生活需求 是多层次和宽领域的 绝不会因为有了小卖部 就不要大型商超 一坡有了公园就不要失地 1963年 罗宾斯报告展现了 大学选址的根本特征 及大学依赖城市的社工商资源 城市享受大学提供的智力支持 因此大学校园自建设之时 便是为融入周边环境 分担服务职能而设计 2023年年末起 清华北大人大相继宣布开放 鼓励大家赏字清廷 由魏明湖品求事实 而大学与社会的产学研交互 也回归疫情后时代的正轨 我方一鼓励高校提升管理水平 明确校园内保密场所定位 合理设置游客进行区 而非将禁令无序扩大至大门口 这种由限制向管理 融大学与社会的模式 才能真正彰显大学之大 综上 感谢正方一辩 下面有请反方二辩 质询正方一辩 质询方可以打断被质询方发言 被质询方只能作答 不能反问 对质询方计时 有请 好 同学我确认一下 你开放的政策是什么 我开放的政策是在现有条件下 因地质疑的逐渐加深开放 比如说在疫情时候的 我们是不让大家在非必要的时候进入 可现在你进大学 只要预约 只要申请 然后刷你的身份证就能够进去了 解除限制和减少限制 放宽限制是一回事吗 在我方看来 我方倡导的就是要逐渐地开放 解除限制 减少限制 不对 我方在聊的是一个趋势 因为我不可能今天还在完全限制 抱歉 我打断一下 你没有解释我方对于降低和解除这两个词的划分 我方或许告诉你为什么这么讨论更有意义 我敬你论点问你 你第一个点告诉我 因为大学是公共场所 所以大学应该对外开放 你觉得中国科学院算是公共场所吗 第一件事情降低是解除的过程 我方后续解释 第二件事情你刚刚说 中国科学院它要不要开放 如果我能够申请进入 我不去它的保密场所随处闲逛 我当然可以进去 它每年就开放一天给公众参观游览 这叫做解除了对公众进出的限制 之前完全不开放 现在可以开放 未来可能开放两天 所以你还在你的定义上纠缠 起码我方看到像军队中科院 国家天文台这样的场所 他们日常常态化 是限制对公众进入的 我问你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问第二层 按照你的态度 就是大学应该承担社会服务职能 哪一个公文中的哪一条表示 证明了大学的公共职能 是把我的资源开放给社会人士使用 第一件事情 你刚刚说的场所 它有特定的功能 所以我们要在一定情况下限制 第二你刚刚跟我讲 哪个在鼓励 首先高等教育法第五条就规定了 三大功能中有一条是社会服务 中国人民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第一大学有自己的科研职能 第二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明确表示 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 是只为社会输送更多高质量人才 而不是你说的 把我的场所开放给社会使用 我进行第二个问题 你告诉我 承担职能是更应该倡导的价值 我今天大学保护科研 培养出更多社会需要的人才 为什么不是更好承担我的职能 不对 首先你刚刚讲的三个职能 它是并列的 而不是说有高有低 而服务社会职能同样也有 让大家进来参观 第一我在解释 你对服务社会职能理解错误 第二 有明确法文表示 培养人才是首要职能 以上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下面有请反方一变进行立论 时间同样为三分钟 好的 感谢主席 问候在场各位 近来关于高校是否应当开放成为热点 解除限制 则指高校常态化开放 允许社会公众自由进出校园 而我方认为不应该解除大学校园对社会公众的进出限制 而是应该同国家天文台中科院等场所一样 常态化下进行封闭管控 仅在特殊时间如校庆日 招生计时 抽调周围社区和公安力量 加强安保 允许校外人员依规进校 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解除限制会对高校师生的生活和安全造成影响和伤害 厦门大学研究显示 校外人员从外部社会跨入学校内部社会后 强制约束力的下降使得校外人员可能出现道德感弱化 责任约束松弛等情形 再加之 学校对校外人员无权管理 不明行为的管控和校内外纠纷的解决 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和无力性 北京邮电大学更有校外人员自发组成的暴走团 自带音响占领数条宝道进行暴走 严重打扰了校内师生的客与生活 不仅如此 校外人员进入也会对学生的财产安全 以及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处据显示北京市受理的601件大学校阳到期案中 超过64%的罪犯是校外流动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确认发生的校园性骚扰案件中 超过90%的罪犯来自校外 大学的自由进出导致他们有时间随时出击作案 而大学生常常需要在公共教室和图书馆中进行学习 依赖公共空间 随时担心自己短暂离开后会丢东西 降低工作学习效率 采取常态化封闭式管理 可以通过切断作案途径 建立校园防控的安保长城 有效解决以上问题 其次解除限制会对教学和科研造成影响和伤害 由于高校负担了大量的科研任务 科研人员高度密集 对教学和科研环境存在较高的要求 以中山大学为例 4月1日4号 4名社会人士闯入课堂 扰乱课堂秩序 5号一名网红装作精神病患者 闯入课堂进行行为艺术 8号在研究生课堂上 一名校外人员发表不良言论 9号在科研项目培训班课堂上 一社会男子突然上台讲话 这些人的行为明显破坏了教学秩序和学习环境 但是几乎不会有人因为大声喧哗 大放厥死或者行为艺术被警察拘留 所以学校无法根治这一现象 顶多拉个黑名单 保护永远会迟到 高等教育法规定 高校应当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解除出校限制 显然与这一宗旨背套而驰 除此之外 校外的某些不文明现象 会对科研成果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南京理念大学博士生培育的实验树苗被偷 导致其所有研究前功尽弃 不得不改变其研究方向 无度有偶 尽管武汉大学在实验树苗旁 已经建立了实验材料污动的标语 但仍被游客进行强行摘掉 折断树枝并攀爬拍照 这些不文明行为看似在公园无上大雅 但在大学却是对科研领域的严重伤害 综上方认为 不应该解除大学校园对公众的进出限制 感谢反方一变 下面有请正方二变质询反方一变 规则同上 有请 好 谢谢主席同学你好 第一个问题 超市对我来说总是没有进出限制的场合吧 不太像是 因为超市它是一个公共的资源管理的方式 它是向大家进行售卖 所以它的职能跟大学不一样 它没有进出限制 我可以在超市拿东西不付钱吗 不太像是 我觉得超市一个例子不够好 帮你举个例子 就像今天军队 我可以拿东西不付钱吗 不太行是 因为它是一个买卖的关系 我可以进它的库房和财务处吗 如果你想进的话 但是你会被赶出来 这是你方的区别 对 太好了 所以取消进出限制 也不是我可以随意地去到任何地方 和我可以完全不受到规则的指引 第二件事情 我确定你的立场 你的立场应该是非必要不进入 没问题吧 不太像是 我方今天就是觉得常态化管控 就是我方今天立场 你方今天跟我论证 是常态化开放 我没有太听信心 是不是尽可能少的人进入 是加根就不要在那些时间有人进入 这我方今天态度 只要在特殊时间 特殊行为今天开放就可以 那我进你的第一个论点 你学校知道学校的保护 存在滞后性和无力性 那学校应该做的 为什么不是提高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而是把公众插出去呢 第一个是你现在没有办法提高 因为我方安保配比 跟你根本配不上 你至少五年 你需要花2400亿才能补充上 你方今天这个安保措施 其次你方没有 应该取消限制 不是在现在立刻取消限制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你也觉得提高安保能力 这些问题就能解决了 那我进你的第二个部分问你 他们如果你觉得闯入课堂 会破坏教学秩序的话 那你不让他们进课堂 不就可以了吗 不才像是 你方今天告诉我说 我把它化了 游客就不进去 可是我方下单的例子 已经告诉你了 约束感 道德感 只要进入学校这个场所 就会消失 你今天即使立了个牌子 你也会跨过去 这是我方今天举的例子 比方说华南农业大学的 那个实验田 他们采取了智慧管理措施 在采取这个措施的一年时间内 没有任何一株实验田 因为人为的损坏受到破坏 我方提出的政策方案 有没有解决 你方说的实验田 被破坏的问题 既然你方现在政策反来这 那我方丽子 你方要不要看 那油菜花田直接被摘了 那彩色的花手直接被摘了 你就去想办法管 不要把公众插出去 我再往下走 有没有一些校内的人士 会做到你方说的损害 比方说罗伦萨大学 有一个清洁工 他嫌超低温冰箱太炒 就把那个冰箱关掉了 导致25年的研究成果被毁 可是今天你方把校外人员放进来 就会加大这一门避害 避害你方要不要看 所以说你方要把你的避害 所以我解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避害不完全来自于校外人士 第二件事情 当你管理能力提高的时候 学生和公众共同受益 提高管理能力没问题 以上 受益我方没看到 避害我方看到 感谢双方便手 下面有请反方二便进行小结 时间为两分钟 如果你方今天打算通过论证 动态解除的方式 论证你方的立场 说实话 你方一半不要了你方的利好 也一半消除了我方的避害 你同方只是通过 减少自己利好的方式 来看上去让我方的避害 看起来没有那么痛 说实话 你没有比较这份利好和避害 哪个更重要 我方觉得不是个诚恳的讨论模型 而且即便在你方的立场之下 像北大清华等高校 也要面临常态外开放的举措 所以你方同样需要承担论证义务 就是常态外开放对于当下的高校来说 是一个可行的政策和可行的倡导 第二 你方今天告诉我 大学的职能中有一块叫做社会服务职能 可是根据中国中央共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进行事下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表示 高等教育是培养人造就人的重要供给主体 大学的首要职能和本质职能是人才培养 中国高等教育协会表示 大学应该在保障人才培养和客人产出的前提下 间接或直接的供给服务社会 所以坦白来讲 你方今天讲的大学服务社会的方式 是把大学打开跟让人进来 我方觉得是你理解错误 而不是大学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能 进一步讲 你方今天告诉我 如果今天大学开放了有问题可以管 可是你方怎么管 我方看到的现实是 像各个高校都有那种密集的教学楼 这种教学楼在课间经常会面临几千人 在二月分钟内需要进出校园教学楼的吞吐量 如此巨大的吞吐量 你方要怎么做到所谓的阻止外来人员进入教学楼 所以你的限制措施在那里 可是没有办法真正落实 落实的效率如何是你方需要论证的 而我方看到的避害是 第一 校园内的安保措施力量明显不够 高校的校园安保队伍 面临着结构性的质量 数量 能力上的巨大不足 这件事情你方没有办法通过短期内的政策来保障 因为我方看到高校的保安 钱少 事多 他们根本招不上来 而山东的一项调查显示 15所高校他们至少需要配备一千人的保安 可他们当下的保安数量才不过290人 面临三分之二以上的缺口 所以安保力量部分你方从来没有论证过 为什么能满足 而我方看到的现实是当下满足不了就不要开放 感谢反方二边 下面有请正方二边进行小节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 好 谢谢主席 我方当然承认我们现在不可以哭泽一下取消所有限制 可是正如从闭关锁国道改革开放 我们做的从来都是抱着取消限制的态度 根据自身的能力一点一点地做到开放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完全地做到容纳所有想要进来的人 那我方也可以承担 而对方的态度是尽可能少的人进入 这也产生了我们在价值上的分歧 我方希望做到社会和学校的供应 而他方只保障学校内部的权益 那我先解决学校内部的权益 比方说武汉大学的智慧校园 你在刷了那个二维码之后 你在哪里它是可以定位到的 如果你进入了教学楼区域的话 它是会警告你的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华南农业大学的例子 他们采取了智慧保护措施之后 他们的那个实验田一整年之内 没有任何一株树苗被破坏 这是解决效力的问题 那再往后走 对方同学说 可是会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 可是我方实在不理解 公众进去看一看走一走 怎么就影响到了 不管是洛家山人民公园 还是华盛的冰河步道 都是学生和公众 非常喜闻乐见的场面 那我退一万步讲 如果你要说公众进入到学校 一定会破坏教学和科研的成果的话 那你起码需要跟我举证到 在疫情三年的时候 公众完全不进入的时候 我的教学科研产出 要远远高于疫情之前 这是对方同学没有完成的部分 再往下走 他方对于高等教育法的 教学科研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的 教学解读是有问题的 他以教学科研为中心 在第31条明确讲了 是保证教学质量达到国家的标准 而不是越多越好 所以对方同学 一定一定要在后续环节 跟我论证到 只要公众一进到学校里 学生立马没有办法学习 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是对方说的 所有损害 我们觉得不一定来自于公众 因为学生内部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可是在这个时候 学校应该做的是提高大家的管理能力 通过管理能力的提升 做到学生和公众的权 双方权益得到保障 这个时候 你不要把锅甩给社会公众 才是对于大家都好的选择 以上 感谢正方二边 下面进入对变环节 由正方四边与反方四边进行对变 时间各一分三十秒 双方以交替形式轮流发言 便手无权终止对方未完成之言论 双方即时将分开进行 一方发言时间用尽后 另一方可继续发言 直到剩余时间用尽为止 由正方开始发言 有请 以下的观众也可能抱起干扰比赛秩序 为什么您方的态度是让他们出去 而不是设立场控 因为在这个赛场 你有职责让观众进行主要的观览 这是赛场的主要职责 但学校没有让人进来随便观览的主要职责 我问你 你所谓的应开尽开 无非是因地制宜 如果在当下绝大多数的高校 是无法承担开放之后的管理问题的 你现在说的这个话是不是一个极度不负责任的推举 学校怎么没有了 我家旁边是南昌大学 我从小就在那个球场里长大的 在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中有大量的学校 就是承担周边小区的社会文体职能 这没有什么问题 您方告诉我 那个会干扰培养到更多需要的人才 难道您方培养人才 就是只让那些人蹲在实验室里不跟外人接触吗 好 所以刚刚如果在现状下 绝大多数学校没有你方说的 能够进行完善开放的管理能力 这个例子你不敢接 你说学校有需要开放的文体职能 麻烦你把文件念出来 咱们来比一比国家到底对大学是什么定位 没有 不敢接 我方已经诚恳地跟你说了 第一个例子 华南农业大学 我方还可以根据 就在昨天晚上的新闻 清华大学提升了管理能力之后 扩容了50% 今天就可以容纳一万两千的游客 它怎么不是提高了自身的管理能力 正是那些985 这是清华北大江的学校 我们会称赞它 不只是因为它学有水平高 更在于我们能够进去看它的卫名 会有多么的棒 这才是大学跟社会共同的一个推进的方向 您方有什么不认可的吗 你说得很好 如果2760所高校里面 有60所高校做得到 我们应该做的是表扬这60所 而不是告诉剩下的2700所 你们也非得要这么做 因为他们目前没有这个能源 我来跟你聊文化职能的例子 你方那个条例 我方有看到了 那里面写到大学应该有社会职能的义务 可是我们发现中国高等学校社会服务 Sorry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十四五的时候 明确在汇问中提出 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应该是 以自己的智力资源补给社会 换句话说 高校服务社会的方式是 哈胡城教我 我造船 帮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哪一条有提过要开放自己的文体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第32条规定 国家鼓励和支持 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文化体育设施 向公众开放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大学 愿意把这个资源提供给大家 我为什么能进南昌大学打篮球 我为什么能在那个篮球场长大 就是因为如此 非常好 鼓励和支持的意思是 如果你有余力 我希望你这么做 鼓励和支持从来没有强迫的意味 那我问你 你所谓的开放文体满足了社会需求 影响了校内人员的主要人员需求的时候 你怎么取舍 怎么利比比较 所以我方今天就是应该 我们要提升管理能力 尽量让他们承担这个职能有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 然后你会发现 武汉大学2017年开始的智慧向上建设 也是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而宁方对于这些案例都不看 宁方其实也是拿某些学校有比较大的伤害 来进行宁方的论证 我方的同样是隔离 但是我方同样也有非常充足的数据以上 感谢双方辩手 下面进入盘问环节 首先有请正方三辩进行盘问 被盘问方需指派除三辩以外 任意一名辩手进行作答 中途不可更换 请问反方指派作答的辩手是反方几辩呢 是反方四辩 下面有请正方三辩盘问反方四辩 盘问方可以打断被盘问方发言 被盘问方只能作答 不能反问 对盘问方计时一分三十秒 有请 学长您好 第一个问题请教您 现状下也有大学正在有开放的部分 在宁方态度下 要不要劝他们都封闭 你有余力 你可以做 做了是情分 不做是本分 没关系 有余力可以做 所以我们能看到 你在尽力地做这件事情 是我方的倡导 所以他问到宁方 宁方今天告诉我说 人才利好要比公共职能更重要 怎么比出来的呀 绝大多数学校没有这个余力 也不能道德绑架 因为对学校来说 它的精力和资源是有限的 以它的安保力量 不好意思打算一下 学长哪里有限 安保力量的数据 我们刚刚念过 以山东省的调研 如果要开放的话 至少保证千分之三的安保保研率 每年教育部会给每个学校 批一部分专门用于社会公共职能的钱 这一部分为什么不能拿来做这个事情 这部分钱是拿来给学校 做一些类似于线上网课 开通一些社区的一些教育的课程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教育部 说我给你批钱服务社会的方式 实际上你在这建一个体育场 那你建个体育场就好了 不好意思学长打断一下 专款专用 所以今天学校可以自由地 去设置这款款项要到哪里 那我方的态度 希望它能够开放到 社会公共职能的上面没有问题 所以你方告诉我 麻烦您告诉我一下 怎么判断学校的人才培养能做得更好 这笔钱全部是用来建立智慧型社区的 从来没有说这笔钱 是可以拿来建议体育场馆让别人进来的 专款不能这么用 你方这么用是违背着人家给你这个钱的理由 对 没问题 社会型社区 所以你也能看到 武汉大学的智慧型社区建好了 所以你方这些避害可以消除 所以问到您方 人才培养学校 你要怎么判断学校做得更好 武汉大学的避害哪里消除了 武汉大学挂着牌子的实验数值 实验器材 实验成果被人家把牌子扔掉 然后折断了 所以我们能在后台看到是谁干了这个事 你可以抓他呀 所以您方还是没有告诉我说人才培养到底跟开放 进出现实有什么关系 同学 武汉大 不好意思我的视频时间 哈公大例子去问你 哈公大已经去年8月开放了他校博物馆 今年1月向公众开放了已经退役的火箭模型 贴近的出了一份游览指南 在彰显学校军事实力的同时 做到了对大众教化和科普的作用 还获得了黑龙江共青团的推荐 校方学生游客政府四方获益哪里不好 武汉大学和哈公大全部都是特例 第一 你方的数据没念全 武汉大学2023年所有的校内纠费有70% 造势者是逃逸的 你没抓到 第二 哈尔滨工业大学现在每天有四个公安局的支队在那里指手 全中国还有哪几个学校能让每个城市出四个支队循环去指手 哈尔滨对这个旅游多推广 你也不是不知道 太好了 所以你看到 在他的能力范围内他能做到 那希望我们之后如果能力提升的都能做到 而且武汉大学那个例子告诉你了 今年的智慧型教员站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去抓他了 这个是后面的部分 所以您还是没有告诉我说 校方学生游客四方会议哪里不好 感谢双方辩手 下面有请反方三辩进行盘问 规则同上 请问正方指派作答的辩手是正方几辩呢 下面有请反方三辩盘问正方四辩 规则同上 有请 同学您好 根据山东省高等教育学院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显示 高校为了维护自身的稳定和安全 必须要配备至少 在校师生总数的千分之三 作为安保人物 可是根据他的调查显示 15所高校配备的基础的安保人员 不足三分之一 他们怎么就有余力了呀 所以要加呀 所以我们要提升管理能力呀 没有问题呀 所以没有余力 第二件事情是 加 加怎么加 你给我举一个例子吧 招聘保安 发招聘通知 BOSS执聘 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所有大学都保安不足 所有大学都在招聘保安 可是为什么招不到呢 原因是五八通城的数据显示 社会保安的普遍月薪是八千元 但是由于在校人员的薪资限制 高校保安的普遍薪资在 1500元到3500元 这也就是为什么 高校一直招不到保安 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 现在所有学校的管理水平都不够 你的想法居然不是提升管理水平 是把所有的学校变成监狱 干脆我们就不让所有人进出了 这太荒谬了吧 他只能管到学校内部的事情 可是对于开放这件事情来说 他管不到 第二件事情我问你 你说武汉大学折树枝的可以被抓 后台那个APP怎么抓的 指挥校园 我会登记身份证 我有监控 人脸识别 有什么问题 哪个是抓到了的 那要您方举证 有多少抓不到的具体的实力告诉我 我跟你讲 最先进的高速移动摄像头 它也不可能分辨到你具体的人员定位 而且在武汉大学的人流量 高度密集的情况下 人脸识别是没有办法精确到 每一张人脸都能对应出 每个人脸背后的身份证的 再说他就折个树枝 你抓他你怎么处罚 口头管教嘛 所以他的伤害到底在哪里 您方把所有的游客都当作是一定会去干坏事的坏人 凭什么呀 所以你看到了吗 在折树枝这个背后 他把那个 帮有实验材料的牌子移除掉之后 他破坏的 在你看来只是一株实验材料 但他背后的整个实验科研链受到了破坏 这个避害你怎么解决 我设立一个禁止进入的区域 我再放牌子在那里 我再派专人去看管有什么问题 一个人看一株树苗是吗 有一个园区啊 我有保安在那里啊 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方一定会默认他一定有伤害 你方把所有的中国的游客想成 我只要进了这所农业大学 我就一定要毁坏他的实验生活 我就要让一个博士生毕不了业 我方没有论证 所有人都会这样干 但是我方必须要强调的点是 有人会这样做 就像你路过那个彩色花生的时候 真的有人会很好奇 他也不是坏 他就是很好奇 这个彩色花生吃起来怎么样 长得为什么这么好看呢 感谢双方便手 下面有请正方三便进行中场小节 时间为两分钟 好 谢谢主席 我方二便说得很清楚 今天你方提出那些所有币 还不读属于社会公众 因为我们能看到 像罗乐乐的那个例子 它会清洁工也会把它的印象丢掉 所以目的都在于 你没有清楚地写清楚 你那一块东西是做什么的 说明你的封模块管理没有做好 你找到问题所在了 你没有想 你去改你的避害 你说今天所有人都给我出去 你不要碰我的东西 荒谬 所以我会告诉你说 今天你方在做刻意的对立 而我方通过封模块预约 提出相应的徽章制度 包括所谓的智慧校园 都是在保障这部分的权益 都能够解决你方的避害 而你方不愿意认为 你方只是觉得 今天我要防止这个风险出生 防止这个风险出现 所以我要对所有人做有罪推定 今天只要你进到我的学校里面 那你就是来做破坏的 凭什么 凭什么 你方要告诉我 有五大学生会以 洛加山人民公园的称号为荣 你明明靠行政能听 就能够做到双赢的局面 不明白你方为什么 要通过消极堕镇 制造对立 而且问题也得到解决 那我方是什么意思呢 我方告诉你 大学天生就是富有社会职能的 因为在城市规划里面 大学在设立支出 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独特存在 大学校园这一区块 在于兼具了人物环境熏陶 自然环境改善 设计资源容纳的职能 例如深圳大学 成图书馆辐射填充了 该片区的文化需求 学校的人才培养 也会依照社会需求 实际上做出调整 因此大学是社会中 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也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 而大学也需要建立社会形象 社会也需要了解大学的现状 如果一个学校 自称是优秀的学校 却连让大家进来看一看 了解的勇气都没有 公众要如何相信呢 哈光大就是最好的例子 通过可视化的成果展示 展示了学校实力 提升了社会公众的心理形象 社会公众也对哈光大 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学校与社会公众 双向认可的过程 正是大学作为引领社会风气 积极融入社会 双向共融的过程 其次 为什么我方还有一个产学人利好 我方告诉你说 产学人利好在他方态度下 是做不到的 因为产学人的本质 是将大学从读书人的大学 同社会之后的连接的自然形态 我们加西财大学在南康市 进了一个干江创新研究院 研究生在新基础 与工作人员互相合作 是基于开放校园的 太短分的无校门模式 也是中国生作高校雇用模式 感谢 感谢正方三变 下面有请反方三变 进行中场小节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 好 给大家解释一下 大学安保的问题 在上海交大保围处 曾经有保围科的人员发言 说大学的保安工作 不仅仅是单纯的守门 它还要够证服务 紧急送医 事务搜寻 校园动物相关的服务 这是一个难度 比普通社区保安更高的指责 可是事实上 由于现在的保安群体 高校保安群体的队伍 面临三低 三难一高的现状 就是从业人员的文化低 工资待遇低 从业的社会地位低 而招人难 留人难 管理更难 流失问题十分严重 这是我们看到 目前的高校安保体系 做出来的问题 可是您方讲的是什么 能解决 可是我们看一下 同样是对于安保这个领域 2015年的时候 9个部门就发表声明 告诉我们要保证 高校覆盖区内 百分之百的监控安装率 可是事实上 到了2023年的时候 都没有完成 广东省算我们国家 比较先进发达的省市 可是它的监控覆盖率 仍然只有60% 它预计原来 2020年就可以达到的 百分之百覆盖率 现在推迟到了2025年 这个政策并不像 你方所说的 口头一改一改就可以达成的 而是像我们这样看到的是 从结构上有这样的难题 导致你后面的 这个背后的逻辑 难以推进 而我们看到的是 它那个数据 甚至统计了 我们要达到那样 百分之百的监控率 需要花费2400亿元的 这个高额支出 正是由于 这背后的高额支出 也就导致了 我们今天的安保 校园安保 为什么推行的这么困难 你方跟我讲的说 你方可以产生这样的利好 可是我想问你的是 你方那部分利好 就可以替代掉 百分之九十的高校性骚扰案件 和百分之六十的 高校盗窃案件 带来的避害吗 好像不能吧 而那部分产学利好 我们也可以通过 像哈工大一样 在校外设置一些 学校内的参观机构 比如它在中央大街 设计了一个 专门的部门 专门的一个校使馆 游客可以进到 中央大街去看 比如说它可以在线上 设置一些课程 带领游客 去了解哈工大背后的历史 而这些东西 是我们可以提到的 不需要进校园 不需要对科研 不需要对教学 产生任何影响 就能达成了 你方那样的切实利好 以上 感谢反方三变 下面将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本环节中 双方轮流发言 发言辩手落座为发言结束 即为另一方发言 开始的即时标志 另一方辩手必须紧接着发言 若有间隙 累计时间照常进行 同一方辩手的次序 发言不限 如果一方时间已经用完 另一方可以继续发言 也可以向主席示意申请 放弃发言 对双方课计时三分钟 首先由正方开始 有请 从业人员文化底 你招大学生志愿者 小红马甲穿过没有 来 宁方告诉我要关闭校门 才能培养更多需要的人才 我们江西财力大学 在南康市干江创新研究院 武汉大学在南山区有一个 深圳产学员大楼 他们都是通过开放校园 无校门的模式 才能够促进现在的产学员发展 宁方要关这实验室里吗 你告诉我 为什么如果你们的学校 不允许外面进来 旅游的老头老太太进来 你们这两个大楼就建不起来 是 宁方现在整个的方式 跟态度模式 就是我希望越来越少的人 进入我的学校 我希望公众不要干涉 我的学校的内部运作 这种态度 宁方怎么创立一下校园 我不希望别人干涉我的运作 这难道也是错吗 我问你啊 你最引以为要的武汉大学 我来打掉它好了 武汉大学2月23年3月22日的时候 由于天气下雨 所以游客没有地方躲雨 只能冲进体育馆和教学楼 工作人员和教师多次劝阻无效 只能导致课程无法进行 学生在混乱之中提前下课 你的管理呢 所以我们之后要设定更好的紧急院 而且我方觉得武汉大做得好 他们能应对这种紧急措施 他们能有自己的方案去解决 只不过他们要提高 是未来怎么样进行更好的人流疏导 他们未来就有经验了 而之后再出现这样子 您方该怎么解决呢 您方告诉他 你都出去 你在外面淋雨 所以在你不能合理地安对人家的时候 就不要让人家在不能被合理安顿的时候 请进来 就像如果你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干净 你就先别邀请客人进来 什么时候你收拾干净了 再把人家请进来 你的时机不对 按你说的话 武汉大学做得很好 那为什么武汉大学在整个三月份 2023年的三月份 乱丢垃圾 偷窥女生宿舍 随机大小便 扰乱交通等行为里面 有60%的负责人 根本没有办法查到呢 你的管理呢 现状无法推行 等于政策不该推行吗 非常的好 现状不能推行 你认同 我进一步问你的是 如果现在大学的余力 没有办法做到既开放 又保证校园内部的政策执行 特别的好 我没有办法做到双赢 我只能保全一个的时候 你要保全哪一个 应该解除限制 等于今天 明天天一亮 所有中国的大学 就应该让所有的游客 自由进入 所有中国人自由进入吗 我方认为 如果绝大多数大学 现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那就应该先去解决 对自己来说更重要的职责 所以你方这个推广 大家先去做赐料职责的推举 是很不负责任的 我下问 科研这个东西 不意味着人家是坏 比方说我们刚刚说 那个彩色花生 老太太走过了 说我这辈子没见过花生 还有彩色的 我拽一个走吧 你拽一个走了 科研团队今年没实验了 怎么解决呢 第一件事情 三大只能并列 第二件事情 大家在华振兵和步道上 走一走路 你学生咋就学不下去了 科研不一定是坏 但你无心之举和好奇 也有可能破坏 一组人的科研成果 这种连环反应 对后续社会的供给 没有办法供给的事 怎么解决呢 我方讲过了 你方现在开始举的 所有例子 全部都是985 211 双亿流和经济高等院校 可全中国2760所院校里面 至少有2700所 达不到你方说的那个要求 比如没有任何学校 能像汉翁大一样 每天派四个支队 去给你在这巡逻 全国都这么做吗 因为他们本来 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南昌大学 只有像我家的学生 想去打打球而已 而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有全国的游客 都想去那里管 所以他们要提升 属于他们的管理能力 南昌大学 要提升属于 我家的人的管理能力 有什么问题 你想去打球 你可去体股安大 但是你不带来伤害 不代表所有的游客 都不会带来伤害 我方已经举证了 64的盗窃 和90的竞争骂扰 你这方面数据 要不要处理一下 很抱歉 我不太理解东北 可是在某些南方城市 你一个小区周边 它就是没有篮球场 或者说公共篮球场 很多只是付费篮球场 这是为什么 城市规划之初 很多的学校 就是服侍那些公园 服侍那些体育场 给周边的群众使用 它建设之初就是如此的 如果大学本来 就不该承担这个职责 那就说明是 建设之初的建设者 实施了懒证 你的解决方案是 在这个城市里面 给我建应该有的体育场 而不是把我大学的体育场 给我打开了 我进一步去问你 按你所说的 这个科研的东西 回来没有关系 那么社会之中 如果没有高效供给的科研 怎么进步怎么前行 所以你方还是没有解释 到底我放一个人进去 散一下步 怎么影响到你方做科研了 你方在科研室 你方可以分模块管理 把保密区圈起来 为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你方还是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在南方这样 地域有限的情况下 我把这些区块融合在一起 做了一个大学 更好的开放 有什么问题 哪里不好了 提出部分个地做得很好 不能解决普遍性能力的不足 以南京林业大学为例 南京林业大学有一个博士 他的四颗树苗 因为在实验室里面 实验室没有完整的 生态循环系统 所以他必须拿出来 在外面种植 那里才能得到 最真实的环境 越真实的环境 越没有办法 把他和日常的人隔离开 你听懂了吗 这种东西是无法避免 无法被包围起来的 科研伤害解决 太好了 没有办法把人隔离开 那你方进出限制 限制了什么呀 他在你的学校外面 你把校门关上了 你的科研成果 还不是被破坏了吗 所以你方也没有告诉我 说你方的进出限制 到底对你们的科研人 才有什么意义 我都化为拦住 他不要那进去了 他怎么还能伤害科研 没听懂 管得不好 我方解释得很清楚了 华南农业大学的智慧保护之后 一年时间内 一株树苗都没有破坏 所以为啥解决不了 你继续解释 所以您方 那个态度太奇怪了 就是只要我现在 有一个游客进来 我就会伤害到 这个学校的所有学生的科研 凭什么 我说实话 你今天 你想要去骚扰你们学校 硕士生博士生的研究成果 好像也不行吧 你也不行 游客也不行 没有区别 所以我们是可以设定 一定的禁止区 进行区 去干涉这样的行为 这完全没有问题呀 那你会发现 整个中国现在大学的发展模式是什么 就是要开放大学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让企业走进大学 让大学走进去跟企业交流 产业的发展 并不是来源于单纯的学术 而是来于学术和时间之间的相物勾连 这样的东西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的发展 以上 感谢双方变手的精彩发言 下面进入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 总结成词 首先有请反方四遍 进行总结成词 时间为三分三十秒 有请 谢谢各位 不是一切看似有利的决策 都必须要去执行 因为这背后可能让你陷入一个短式的陷阱 不是任何一个做了 看似可能带来好的利好的选择 都必须被贯彻 因为这背后很有可能带来你主要职责的缺失 就好像医院本身也有教育和展示的职责 可是当和他救治病人的主要职责 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必须义无反顾地去选择你的主要职责 因为这是你的根本性义无所在 你没有见到一个医生说 我们今天是医院的医生人手不足 如果来了一批学生想学习 来了一批病人要救治 我尝试要不我一边救人 一边给你们教学 这对病人是不负责的 但是医院的第一负责人是病人 学校的第一负责人是学生和科研 你方说我拿红头压你 这反过来就有说白了 就是你方也找不到任何能够支撑 你自己案例的这个硬性的论据 当然这么大流氓 我来解释解释为什么现在国家有这个需要 大家看一下十四五的纲要里面有提到的方向 这是我们的国家 我主见倾向于一个学术型社会 我们在面临转型 所以你们看到很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 现在在扩招 而受限于我们国家没有民营科研机构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 这导致了全中国有超过70%的科研成果 它的压力是落在了高校的课题组和科研组上的 这是我们转型所必须要付出的一步 这也是我们在十四五里面 为什么提到各位说 我对你所谓的社会职能的要求 不是你把自己的场馆打开 那你在外边建个场馆就得了 要求是学生们好好学习 科研者们好好做科研 让社会会变得更好 你们说可是我进去不是人人都是坏人 不需要人人都是坏人 科研这个东西是讲究一个连环性的 只要有一个个例和个案发生的时候 科研就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我举个例子 你看这一排数秒 我只掰一个怎么了 朋友那叫对照组 你掰这一个 我这一排都掰中 你的四棵树 我给你拔一个怎么了 不好意思 我那四棵树 每一棵都有后续的实验方向 你给我掰俩 我连一个容错的空间都没有了 你跟我说 我就进你学校走都怎么了 对不起 你前面那个看似叫三脚架的东西 它不叫摄像头 它是水准仪 我要连续一个月测试 我们的地势变化 你今天来 我上半个月白干了 科研的场景和生活的场景 是有巨大的割裂的 但是民众没有义务 也没有办法去了解到 科研的场景长什么样子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放它进来 要保证你的科研 你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有充足的人力 物力去接它进行管制 你方举的最好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在武昌区 每天配六百警力 汉工大 汉工大每天 把所有哈尔滨市市京的 知识的这些警察 调休调休 全部取消 派四个支队在那巡逻 全中国没有那么多大学 有这样的条件 两千七百六十所高校里面 你方只敢抓着几个 二一一九八五 和那几个经济 很不错的高校 那不是现状 看一看山东省 我们整个省市的安保力量 招不上来的理由 高校的保安就一个优势 所谓的有边 这个有边又限制着它的经济 你这个有边的优势 让人过来发现 这个东西又累又没钱 干着干着人家就走了 所以我们说留人难 以后说招人哪是动动嘴皮 那么简单 我们来看一看北京 如果北京这样的大型城市里面 我们都发现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校园盗窃 是由流动人员造成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性骚扫玩意 是由流动人员造成的 你给我一个不去解决他们的理由 我方不是想要 不要共赢各位 共赢是要有资本的 在一个人的能力 只够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请你盯准那件 你应该做的事情 先不要把精力放在那件 不必然挥属于你的事情上 这才是真正的拒绝揽政 推动揽政的进步 谢谢各位 感谢反方四辨 最后有请正方四辨 进行总结陈词 时间同样为三分三十秒 学长名不虚传 您方告诉我 现在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我方坦然承认 就是这样啊 现在就是有很多避害啊 所以我们双方的态度 其实不冲突 而利好并不归属于您方 为什么 您方态度其实是什么 现在校内有问题 我就把这个关闭 推广到校门就好了 只要没有人进来 校内不就没有问题了 而我方告诉你 如果校内真的有问题 你就放到校内解决好了 这有什么问题 您方告诉我 中国有2760所院校 您方觉得我只举个例 可是真的只有那些 最顶尖的院校 它才会有这么大的人流量 带来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就是要 对我们对不同的学校 当然也会有不同的趋势去管理 我方不会说 哎呀 可能清华大学需要1000名保安 我旁边那个小大砖 我也需要1000名保安 这显然不现实 每个学校 自己的管理模型 管理方案 而你会发现 武汉大学 清华大学 很多学校通过这样方案的设计 它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管理到这件事情的 其次 您方一直来推的一件事情 叫做 哎呀 您方只要让他进来 就会伤害到科研 您方说 那个我非常的理解 可是 他为什么能够 真正伤害到科研 你想象一下 今天您方说 哎呀 我这里有一个水准仪 水准仪 它来的时候就会碰 万一还是有人进来 你要对所有 整个学校的 所有的学生告诉他 今天这个 这个专业 它就是有一台水准仪 你就是也不能让它碰嘛 你要对所有人进行 这样所有类型的 通识性教育嘛 这样的成本 又是何其之大 你不如尽量的 做有效的管理能力的提升 怎么办 你放在 你在旁边放个电子LED屏呢 你在那里滚动播放的 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水准仪 你不要碰 不仅是你自己的 不仅是外面的游客 连你自己的学生 也不要碰 这才是根治的办法 而不是告诉你 哎呦 今天所有人都别进来 那叫你这样说的话 如果它真的是一个 机密的机关的话 你干脆就在学校里 设立一个机密场所 让所有人都不要碰它就好了 所以 您放在整个的态度 您放在整个的壁海 真的没有太听到 您放在告诉我 第二件事情是 一定会伤害到 整个科研人员的发展 科研人员的培训 可是真的是这样的吗 你会发现 中国目前很多大学的 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 它是在推进产学研 我刚才给你举例 无效门模式 武汉大学在南山区的 深圳产学大楼 浙江大学 创立了一个微软中心 我们江才的干江研究院 它其实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模式 它直接就是 租了一个办公楼 里面有两层楼 或者三层楼 里面有300个研究生 它的研究生 和外面的企业员工 一起办公 这样互联互通的模式 今天我有一个想法之后 我的学术成果 就能够马上 和外面的产业 产业经验相结合 这样才是真正 推进经济发展的模式 像泥方那种 哎呀 今天我要进来 我还得省个河 我还要一大堆 非必要不进入 这样的态度 泥方怎么样 推进这样类型的东西呢 是泥方的态度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聊的 一定是趋势 我方越来越开放 泥方越来越封闭 好 最后一件事情 泥方也无视 我方所提到那些文化 文化东西 泥方觉得这种东西 根本不重要 我们只要在外面 哈尔滨工业大学都好 我们只要在中央大学 开一个这样类似的 开一个什么 别的校区馆就好了 可是你知道吗 我上一次来北京 是12年前 12年前的时候 也是我的本命年 我爸带着我 我爸是一个经济学的老师 他带着我去北京大学 关华经济管理学院 非常虔诚地拍了一张照 我在那的时候 我当时还感觉不到 那是为什么 可是我现在 也自己也学了经济学了 我当然没有机会去北大 可是这件事情 在我的内心里 埋下了一个种子 在我爸的内心里 埋下了一个种子 这就是非常多的游客 希望去到北大 希望去到清华这样的东西 因为文化的熏陶 是要你走进校园 才能真正发现 它的魅力所在的 而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 一个校术馆就OK了 显然不现实 以上 感谢双方四变 本场比赛的比赛环节 到此结束 有请双方变手退席 下面首先有请各位评委 对本场比赛的环节和印象 两部分做出评判 同时投票选 本场比赛最佳变手的归属 在环节部分 评委也做出打分判定 并在比赛结束后 上交环节票 由工作人员 对每位评委的票面结果 进行核算 但一评委票面上 哪方得分多 则视为此位评委 将环节票投与该方 在印象票环节 评委将投出印象票 下面请工作人员 收取评委投票 根据印象票的结果显示 冯若谷评委 将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刘选贺评委 将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邹文启评委 将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下面我们进入 评委数票环节 请各位评委老师 落座印象票投向的一方 并阐明自己印象票 投向的理由 下面数票正式开始 有请冯若谷评委 进行数票 好 感谢各位评委老师 感谢八位辩手 很少很少投这个少数票 做到了正方 没有任何人的问题 要有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但是我也会尽力在书票的环节当中 向大家充分地解释和说明 我少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个比赛首先值得肯定的是 正反双方没有在定义上 在概念上花太多的篇幅 着太多的笔墨 因为这个题正常打出来 包括我们上一场比赛的评判来看 似乎会有一半的时间 再去分析 再去诠释 再去定位 到底什么叫做限制 到底什么叫做解除限制 那么今天正反双方 顺流直下 直击要害 迅速地就进入到 解除限制之后的问题 以及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的 利弊比较当中 举证制证当中 应该说是比较诚恳的 也是比较 论证也是比较充分的 好了 那么我向大家解释为什么 正常情况下来看 这个比赛打下去 在双方接触和碰撞的过程当中 首先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态势 这态势就是 今天的反方 在论述的过程当中 一直在突出 如果解除限制之后出现的问题 比如说安全的问题 秩序的问题 影响人才培养 科研环境的问题等等 那么在这个问题的应对当中 我非常 我精准地判断出来 其实今天 这个反方提出来 今天正方的这个策略 我把它总结成什么呢 叫做重层拦截 步步为营 我客观讲 我是分票了 为什么会分票呢 大家听我说 因为一旦反方在说 现在问题很严重 现在情况很紧张 现在的局面很恶劣的时候呢 这个正方呢 它是有三层战线 第一层战线是 我告诉你没问题 警力也够 资源也够 条件也够 问题不存在 但是呢 在打的过程当中 这第一条战线呢 基本上是很快就破防了 因为对方一旦在强调 警力不够的问题 资源短缺的问题 现状恶劣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也发现 正方非常默契地 就放弃了第一战线 然后就给他讲第二战线 那就是我们现在呢 的确资源和条件不充足 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呢 就强调这个政策的趋势性和弹性 我们呢 能放多少 放多少 我们适度放 打了这个过 这个战线 再打那五六分钟的时候呢 又被突破了 然后他又到第三个战线上说 如果完全没有这个资源和条件 一点都不能放开的话呢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强调是价值变呀 现在不行以后开呀 所以呢 在我看来呢 他在这个三条战线的设置当中 要么第一层放手做 要么第二层适度做 要么第三层以后再说 以后再做 反正怎么都能说通 这是我从印象上觉得 他有道理的原因 所以呢 在正方这样的战术之下 实际上逼迫反方要做一个决定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告诉大家 今天不是讨论趋势 也不是讨论价值 我就是讨论现状 我就严格限制语境 这样可以获胜 没问题 第二个 我承认我也可以跟你讨论趋势性 我也可以跟你讨论价值 但是呢 我要向你凸显出来 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 这个功能 和向公众开放社会服务的这个功能 是在短期和长期来看 都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 它是彼此竞争的 它是互相排斥的 它你顾了一就顾不了二的 它是压起葫芦起来瓢的 一旦放开公众进入 我的科研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 就会出现巨大问题的 这是你的两个选择 所以我个人印象票投到这儿的原因 是我认为 反方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你的这个论证义务 是被建构出来的 是被接触和碰撞的过程当中 被迫塑造出来的 你要么只谈现状 那么正方没得说 要么谈趋势 谈价值 你又得向我们证明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和向公众开放社会服务职能之间 存在着某种结构性的矛盾 而就不能仅仅满足于 你对现状的紧张程度 危险程度 恶劣程度 和耸人听闻程度的描述了 你就得有逻辑 得有底层的逻辑向我们证明 这两件事情自古两难全 才可完成论证 这就是我认为 我觉得印象票在正方的原因 它的设计的确非常的 我认为是非常功巧的 但是这种功巧呢 也的确欠缺真诚 所以在这儿呢 我随着这个比赛推进 发现第一个阶段 正如我所料 正方一直在躲 躲了第一层不够 那我就告诉你 有一部分是够的 第二步有一部分也不够了 那我以后再够行不行 它总是在夺你 它夺你的过程当中 还给你加上了一部分论证的成本 就是要么你限制现状语境 要么呢你呢 论证结构性矛盾 这是我觉得正方成功的原因 也是我这个印象票 投向的理由和依据 但是我其他的票 还有一票没投出 可能就不一定都在正方 为什么 在于比赛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发现正方的这种功巧 越来越严重 这个真诚呢 越来越不足 就会显示出一种呢 在反方反复地提出 各种各样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实证 各种各样的数据的时候 正方呢 就流露出来一种呢 合不食肉迷的吃力和勉强 而且我发现 这种重层拦截 步步为因的策略 要想把它打得不功巧 要想打得真诚 得每一个战线 都得战斗到最后一刻 得每一颗子弹 都打绝打尽的时候 你再向第二层退 你不能说好 你不是说不够吗 好部分是够的 好部分也不够了吗 好以后是够的 你不从总这样的 像捉迷层一样 来回狡猾地去躲 你得第一层 得三军用命 得这个全力以赴 实在不行的时候 再去告诉大家 好了 我们发现 的确有问题 那么能放多少放多少 第二步再打不透 打不过去的时候 你再到第三层 毕竟是个价值 毕竟讲未来趋势 所以比赛进行到 后半段的时候 特别到自由辩论的时候 在反方多轮次的 实证和数据的碾压之下 正方的这种表面上的技巧 和形式上的战术设计 就显得有些纰漏了 就显得略显功巧 不够真诚了 这是我落在纸面上的原话 你向安全区退缩的态势 太明显了 你向危险区挺进的胆识 越来越薄弱了 所以最后我就觉得 一方面 印象票 我觉得从大的趋势 和总体格局上来看 正方占了一些形式上的 空间上的便宜 优势 那么其他的两票 还尤为可知 我们也听一听 另外多数的评委的判断 到底他们的思考在哪里 我也想听一听 谢谢大家 感谢冯若谷评委 有请刘选贺评委进行书票 好 各位好 首先我非常同意 刚刚世兄最后的这个判断 我又用原话 就是在安全区域待的时间 越来越 安逸区待的时间越来越多 而向危险区域 进居的区域就越来越少 如果今天反方只是想要个态度 正方我就问你们 如果也给你们贵校四个支队的警力 哈尔滨工业大学愿不愿意开放呢 哈尔滨工业大学肯定也愿意开放 就是同时你不但要把四个 当然了 四个支队警力国被骑了之后 2400亿要拨给我 同时把三分这儿的 那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 保安野国配上之后 然后我们也愿意开放 问题就是如果只是要这个态度 坦率的说 这场比赛变题出来之后就够了 因为有正方存在 这个态度就存在了 对不对 因为有正方 其实就代表了这个社会有这个态度 有这个趋势 有这个问题 可是问题是在于 今天正方之所以需要四位同学 坐在这里来给我们讲 是需要让我们知道 这个态度之外 还需要一些理由和具体能做到的可行性 这件事情 今天正方就会做得不够了 具体而言 基本上跟师兄刚才说的一样 三层房间一层往后退 我在纸上记了就是 退呀退呀退 就是不断地在退 就是在小小的辩论场上 退呀退呀退 这是不断地在退 就是反方这边一逼问 这边就说 我就反正逼到最后 开始还用湖南大学 我忘了去哪个大学了 就是那个实验田保护那个数据 似乎还在防守 还在用武汉大学 就是那个信息官的系统 还在去防守 告诉你说我们能做到 能做到能做到能做 我就问你们 就是你们的态度上来讲 是不是就应该开放 我就问你们 就是是不是 就是方向上来讲 应该奔着管理能力提升走 基本上到后续的口径上来讲 就越来越倾向于这样子了 就是核心就是 我就问你 我们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一丝道理 有没有一丝应该存在的理由 反方一定说有 你要是你先上问他 他也说 我的意思就是你厂下问他 和厂上问他 他都会说有 可是他会真诚地告诉你 就是不行做不到 于是正方说 你看我也没让明天就做呀 但是你看 我们是一个应然性变体 我们应该尽力倡导 坦率说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 在不断地退 不断地在退 就是你也承认做不到 你也承认做不到 你也没告诉我 说好 我承认不是 我承认不是说 明天早上一睁眼就开放 你打算哪天早上睁眼开放 也没告诉我 在也没告诉我的情况下来讲 我就会觉得正方 并没有在捍卫什么 正方只在捍卫说 主办方出这道题 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不对 正方告诉明天 主办方出这道题 一定有他的道理 对不对 你其实本质上来讲 这就是我为什么最开始说 你只要这道题出现 正方的论证 似乎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 好 我不是说 我不是觉得完全不能接受 我当然认为 所有的政策 都应该考虑一定的时效 当然可以 我也没有觉得 当今中国也没有这道题 当今中国应不应该 也没有当今这两个字 我可以接受 正方说 世界上适当有一个趋势 有一个过程 这些事情我可以接受 可是我确实不是特别能接受 退的如此之彻底 和如此之简单 我觉得就会 就会 就会有点 就会有点 那什么 以及退完之后 要用什么价值来承接它呢 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 客观上也会稍显不足 这是我对于反方的情况 对于正方的这个经常判断 对于反方而言 我觉得就是数据上做的蛮扎实的 60%多的盗窃案件 90%多的性骚扰 然后千分之三的校园的配比 三分之一的现状不足等等这些 我觉得数据上做的蛮扎实的 也基本上就是能够告诉 包括文件上告诉我们 首要职责是什么都可以的 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之中 我觉得是OK的 那我提两个我个人的建议 因为连续听了两场这个比赛 我提一点后续的我的建议 就是我其他的就不多说了 对于正方而言 两场比赛的正方都打到了一个点 叫做校内也有人捣乱 校内也有人捣乱 所以不妨让更多的外人进来这个论证 我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我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上一场点评我没有说 但这场比赛我实在稍微 可能我发现两场比赛 都打这个论证 我就觉得这二者没有任何关系 这二者没有任何关系 校内有些人可能 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 并不代表着说 OK索性我们就破罐破摔吧 拉倒 不都是反正管不了吗 所以来吧 谁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二者的逻辑论证 我是接受不了的 而对于反方而言 我会觉得就是保护 会迟到这个逻辑论证 我也在两场比赛都听到了 这个论证 我也不是特别能接受 当然各位两边可能后续都要打这个比赛 我个人的接受程度也不高 因为所有的几乎的追责 我认为都是事后的 你在场上骂了一句人 我事后只能评委给你 我也不能现场立刻逼你的麦 所以都是事后只能来评委打分表 所以这个事情坦率说就是所有的制度 以及包括标语失效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在上一场点评说 我在这里还想说 你们取到中山大学 你们取到中山大学有人上去来去 就是扰乱课堂继续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我觉得不太是刚是反方的论证 我在正方而言 我会吃掉这个例子 我说你看 有没有成为你们大学生打边论的素材 丰富没有丰富你们的日常生活 丰富没有丰富到 我是很认真地说 有没有丰富你们的认知 你们现在能够明白 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了吧 各位单纯的大学生们 你们发现了吧 下一次学经济学的这位同学 不是所有世界上的人 都是理性经济人的 A股现在跌成这样 你从经济上解释不了 但那个人进来之后 在你班上唱个歌之后 你搞不好就误了 你发现 因为有的人就是会癫狂 因为如果你在校园那个象牙塔里边 你就不对呀 算数啊 对不对 大家都应该是歪型人啊 都应该是理性经济人啊 怎么一个个的 就是做出如此之不理智的经济角色呢 但是你会发现 当真正有人进入到你的校园之中 做出一些你完全无法理会和理喻的事情之后 你发现 哦 原来这才是世界 我用上一场点评的一句话就是 各位大学生们 你们不要觉得 是社会跟你们脱节了 是你们跟社会脱节了 是你们蛮以为我在那只要竖一个标语 此处竖苗禁止 折损 大家就都不折损了 如果你是学公共管理的 我自己原来是学公共管理的 和学政治学的 我怎么加持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就是我在那竖一条标语之后 发现根本没有人理我 接下来有一天我当公务员 我就会告诉大家 就别想着竖标语就能管用 公共治理没有这么简单 我最后说一个例子 北京卫视有一档节目 叫做向前一步 冯老师应该也参与过这个节目 我特别喜欢去这个节目 向前一步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特别喜欢去 他们需要有一些现场的观众和点评团 我免费我都去 开车 因为他经常在北京的郊区来去录制这个节目 我宁愿周末开车50公里去参与这个节目 我在参与完这个节目之后 我做了两个判断 第一我说所有的变手都应该来这个节目 因为这个所有的节目都解决的是社区 就是那个小区 比如说停车位问题 拆迁的问题 于是两方就要开始 就各自为各自利害 你会发现 所有的变手都应该参与这个节目 因为到那里你会发现 什么狗屁辩论技巧 没有 对方就骂你 对方就骂你 真的 真骂你 就是在节目 而且那个节目就完全开放 就是大家不会有人和人支持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这是要呈现真实的居民冲突 而在这个真实的居民冲突里边 大家不是在你们抽的地方 因为在每一个这个冲突结束之后 大家可能就涉及到几十万上百万的利益 就我们家的拆迁款上二十万 小二十万 你给我讲的那些道理谁听你的 上什么价值 没有价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所有的中国大学生都应该 所有的公共治理上的大学生都应该参与这个节目 因为他知道这才叫做基层治理 基层治理中的真实问题 就在那个节目中会 逐渐的赤裸裸地展现在你的面前 这就像是那个 告诉你说你在这里设了一个区域 告诉你说此处花不要摘 就是有人摘 这才是真正的 这才是真正的 不是中国人 这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 你在校园塔里边总是 刚才那个 真提真做 对吧 真提真做 这才是真提真做 所以客观上来讲 我会觉得就是 如果大家后 因为你们小组赛双赛 我觉得再打这个变迁的话 我觉得 因为这场比赛坦率说 就是我觉得正方和反方 就是尤其是正方了 他说连款比赛和正方 都没有打到一种 让我觉得大学之大在于 就你们都有说到这些东西 可是到底怎么跟社会产生连接了 到底怎么样能够真正 让学生们跟社会产生连接 让社会人跟学校产生连接 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 No 没有 于是就被反方的这些缺保案 简单的缺保案就打掉了 我觉得其实是很遗憾 我觉得其实是很遗憾 好吧 多说了两句 谢谢各位 就说了 感谢刘选贺评委 最后有请邹文启评委进行数票 好 各位好 时间问题我就不像普通 我输票的时候说那么久 我简单先交代一下 我评判胜负的理由 然后简单给大家一些建议 如前面两位评委所说 这场比赛在我看起来 大概也是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 更加价值的比较层次 那就是是不是教研工作 科研工作 和为周边的社区承担公共职能 这两件事情的价值上有高低之分 这是第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认为是反方拿到了优势 具体体现在 反方有解读掉正方在高等教育法中的 那个说法之后 正方提出了另外一个公众保障法中的 一个鼓励的条款 反方解读成这只是一个鼓励 而这个鼓励本身就意味着 它不是一个必须做的事情 是有能力才做的事情 而与此同时 反方说到 关于教学和科研的部分 应该是高校必须要做的事情 也给出了相应的文件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反方到比赛的节变后期 又去讲了一讲 为什么科研才是高校 目前更应该做的事情 它从社会的角度 社会对科研的重视 到科研在中国这样一个 目前的现状下 主要落在高校 换句话说 高校应该承担起这一部分责任 来完成这部分比较 所以在价值的高低上 我会认为高校应该 在这场比赛攻防中 应该高校优先去完成教学和科研 在这个往下的一层次是 那么社会公众的进出 如果相对自由 会不会对教学和科研造成影响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认为也是反方拿到了优势 具体体现在 反方有举很多的案例是有 做确实的影响教学 比如说躲雨进入教学楼 进入课堂 影响科研成果等等 甚至暴走团这样的事情 这些都是场景和案例 正方也有举华南农业大学 像这样还有哈工大一些学校 做得比较好的管控 看似是双方只是在用场景进行对冲 可是比赛的中后期 反方有讲出背后 关于游客为什么会影响教学的那些机理 那些原因 不是节便才讲 我觉得是在反方三边质询的后期 讲到那个好奇彩色花生 到质询小节开始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全解掉了 而正方在后面没有再往前走 正方的走法还叫做 游客又不是坏蛋 游客为什么要破坏你的东西 可是问题是反方说的不是 它是坏 所以我要破坏你的东西 他说的是好奇 所以我要破坏你的东西 因此在正方的那个机理上 就把大家当成好人 不要把大家当坏蛋这件事情 反过就不成立了 也就是说反方有正宠在机理上 为什么游客是有可能破坏这些东西的 而节便理由进一步讲到了 关于很多科研本身的专业性 导致了游客没有办法识别 于是是好奇心也好 是无意也好 是会破坏的 这一层次反方占到优势 再往下第三个也就是最后的层次 就是这个问题能不能管好 因为正方的说法就是我们应该解除 应该解除 虽然现在做不到 我逐步解除就好 我得说 比赛在前期两三个环节的时候 我一度是倾向于正方说法的 因为我认为这个题当然不是要求正方论证 从明天开始全面解除 所有问题管它有没有都要解除 没必要 因为但凡我们在生活中讲 我们应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法律还有一个事刑期 所以我觉得肯定没有正方没有这个责任 所以一开始当反方说到 现在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是画个大大的问号的 现在保安不足 现在安保不足 现在问题有问题 我觉得是画个大大问号 这个时候正方我觉得在前期 是有一些很好的处理 比如说华南农业大学的例子也好 还有我其实对于前面选贺说的 关于内部也有问题的工坊 我脑子里是认为它是可以往后延展的 但后面这个工坊没了 这个工坊的延展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前面正方二边是有提到这件事情的 正方在仕途影像的一个比较 叫做我如果花钱去解决安保以后 带来的效果 是要超过不允许外人进入的效果 是这层比较 不是说我花了钱解决安保以后 允许外人进入 和现在这个不允许外人进入 是同一个效果 现在禁止外人进入 好像也能保护得了教研 可是我花钱允许外人进入之后 我也能保护了教研 不止我还能保护内部人员对教研的破坏 可这件事情后面就没了 后面整个比赛就没了 换句话说正方试图开一个更好的比较 叫做这钱花的值 他不是说 你看把他们挡在外面 看似不花钱 但是我花这个钱以后 我能解决更多问题是这件事 后面没了 好 这是一个部分 那于是能不能解决呢 看起来双方各有案例 那反方又提出很多问题 可这个问题往下走就变成了 反方开始很具体地在说 为什么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没有办法解决 而是未来也解决不了 这个时候正方没跟上 反方说法叫做 你比如说保安这个问题好了 他不是说我现在缺保安这么简单 是招不上来 为什么招不上来呢 是因为保安的待遇很低 1500到3500 而且要干的事很多 所以他没法招上来 正方没有任何的回应 可问题是在于正方说未来能解决 反方已经在说到 招不上来的时候 你未来是怎么招上来的 这就期待正方去聊了 所以这件事情上 我也认为正方没有后续的回应 甚至我会认为反方有证道 可能未来这个问题都难以解决 我认为给的建议是 正方你大不了陪他算账吗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一个保安一年给10万 这种不是3500了吧 一个保安一年给10万 一所2万教职员工加学生的学校 按照反方的数据 千分之三需要多少个保安 60个保安 一个保安10万 60个保安600万 一所2万人的高校 不是增加600万的开销 原本有三分之一 我只不过多加一点 就算增加600万的开销 一所2万人的高校 每年增加600万的开销 所换来的东西 值还是不值 是完全可以算的 600万对于一所2万人的高校 是一个很大的开销吗 其实未必很大 当然也要看这钱花的值不值 然后你再去打 那个可以解决清洁工的问题 你去聊背后的基因 你去聊这个钱花的是值的 是该花的 你甚至可以去算 对于2万学生的一所高校 每个学生摊下来 其实每个人是300块钱 这300块钱真的就不能够出吗 有好多可以聊的 比如说国家财政出的钱 可不可以搬过来 比如说我就涨300块钱 学费可不可以 比如说 如果你要服务地方周边 可不可以让周边的地方财政 承担一部分 这是很可以细聊的东西 没了 停了 所以既然政方没有反对 没有去解决可行性问题 那么反方说的 保安招不上来 背后的机理是 待遇低 事情多 不愿来 地位低 他讲清楚了 那我合理怀疑 未来好像也很难解决 所以就不是当下 应不应该解除限制的问题 甚至在可见的未来 我也暂时看不到 怎么去解决 于是这场比赛 我就会倾向于反方 那我再额外说一点点 政方今天可以有的突破 前面那个内部问题的一个突破 政方没做 还有一个突破 是在价值比较上的突破 价值比较上 虽然反方有说到 这个社会对于教研的需求 对于科研的需求 政方其实也略微提到过 这个提法大概是在 自由变的政方四变的 一个环节中提到 他说他自己 去周边的学校 去打篮球的事情 引发到 我们有很多小区 在设置上 周边就是没有篮球场的 但是被反方四变 一句话带掉了 他说的是 那你找小区去了 那些小区设置不合理 为什么要让学校来承担 这一部分 这里是需要往下走的 当然已经到自由变的后期 也不太可能往下走了 但如果 我是说如果 政方能把这个事情 讲得更清楚一些 就是的的确却很多高校 因为你要知道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大家对这个社会真的不了解 真的需要 可能真的需要社会人士 多进校园 陪大家唠唠嗑 哪怕出租车司机 你多唠唠嗑 有些事情你懂的 大学校园 占地面积非常大的 这些土地 很多时候是需要地方支持的 那地方把这些土地给你了 然后你再说地方 你什么事 你自己再解决 不一定的 尤其是很多大学校园 他会圈起来之后 会使得整个交通 都被圈在这一边 周围好多个小区周边 就会没有土地的 不是你想搞就能搞 你把背后的很多机理 它的正当性 它的可行性 去讲一讲 当然我也得说 这个问题一定 反方没得回吗 可能也有得回 就是这个问题 没往下走了 比如说 真的大学的篮球场 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我真实地发现 真正社会里面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往往是来自于中小学 因为大学不存在 放学这件事情 中小学放学之后 那个篮球场就没人用 所以真实的社会里 一般都是放学之后 把那个篮球场的 这边篮起来 学校就进不来了 这个门开开 小区的人就能进去了 篮球场体育场 都是真实世界的解决方案 就是大家对这个社会 多一些认知和了解 才能真正传递好 我们青年人的声音 好 以上是我对这张比赛的 评判和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谢谢大家 感谢周文起评委 再次感谢三位评委的数票 请评委老师们 回到评委席落座 想必各位评委 入目三分的陈述 一定让大家对变题 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下面我们就请各位评委 投出决胜票 我们将综合环节票 印象票 决胜票 三个环节 来决定本场比赛的获胜方 华语辩论世界杯成立于2012年 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 影响力最强的 青年思辨文化平台 经过十余年发展 已经形成覆盖 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1000所学校参与 覆盖小学 中学和大学 全年令段的活动体系 华语辩论世界杯 旨在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促进世界青年文化交流 同时 华语辩论世界杯 紧扣时代脉搏 与青年紧密相连 怀揣青年理想 永担社会责任 欣喜家国天下 以青年之声 奏向时代强音 下面将进入本场比赛 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我将公布本场比赛的 获胜方 及最佳辩手 获得本场比赛 最佳辩手的是 反方四遍 聂迎招 恭喜 本场比赛尚未公布的环节票 和决胜票 票数结果如下 环节票 冯若谷评委 投给了反方 刘选贺评委 刘选贺评委 投给了反方 周文启评委 投给了反方 决胜票 冯若谷评委 投给了反方 刘选贺评委 投给了反方 周文启评委 投给了反方 因此 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为 1比8 反方 哈尔滨工程大学代表队获胜 祝贺他们 同时也感谢江西财经大学代表队 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最后 感谢各位评委和选手 对本次赛事的支持 请各位离席退场 感谢观看